第296节 无蛇从镜子里再看看自己缺少两颗牙齿的嘴叹了口气 决定啊以后少说话 这对自己高手的风度有很大的影响 红尘啊别难过 老风比你好不到哪里去 开始看他都不顺眼 最后还不是被他装到了套子里啊 见过多少身受不了得的好汉 没受过一丝丝的伤 见他几回就磕掉了两颗牙齿说 还几乎卖身给他了 从宫里出来就要去书院教徒弟 剩下不多的年岁啊 就又在书院度过了 还不是喜欢和他在一起啊 这就是大人物的魅力 陛下的魅力带着沙发之气 娘娘的魅力带着高贵的气息 太子的魅力呢在于和善 卫王的魅力在于聪明 蜀王的魅力在于执着 只有云叶 他的魅力在于让你不知不觉的认为他是一个好人 一个无害的人 和他在一起就非常的轻松 只觉得花也红 草也绿 想骂人就骂人 想撒泼就撒泼 没人会见怪 在于无声无息中对他放松了所有的戒心 被他骗的都觉得他是出于好意的 仔细想想呢 还真是好意 从来就没有主动害过人呢 红城惊斥着吉令 手里拖着网 往回收网 以前干这些事呢 觉得很丢人 现在自己干的热血沸腾 云叶每看到一条大鱼 就兴奋的大呼小叫 想起自己和吴蛇的谈话 猛然间觉得自己就该这么活 回去对陛下哭诉 把爵位要回来 估计不难 自己呢 就去书院做校导掌 管管那些纹固子弟也不错呀 人脉也有 钱也有 不算是坏事 新庄的吊臂 把满满的一网鱼兜了上来 这一网啊 足足有四五百斤 周边的渔民 齐齐的喝了一声彩 在甲板上 把绳扣解开 一大堆荧光闪闪的带鱼 就吊在了甲板上 如同黄扇一样扭曲的身子 准备跑路 七八只硕大的螃蟹 还有好几只磨斗鱼 还在不停的吐沫汁 扇贝捡了一盘子 又挑了两条宽窄合适的带鱼 准备炸的干干的 撒上盐 当锅坤吃 云叶无蛇 红成三个人 就赤着脚 蹲在阴凉的地方吃海鲜 都是海边人家的吃法 清水煮了 撒上一点盐 就成了 巨大的螃蟹 一只就足以让云叶吃饱了 嘴里含着一只螃蟹夹子 积目远眺 突然看见不远方 有一个黑幽幽的家伙 正喷着水柱扶了上来 渤海里只有黄花鱼和带鱼 哪来的大鲸鱼呢 看样子 这个头啊 绝对不小 云叶指指那头鲸鱼 对无蛇和红成说 东鱼这家伙 回去看他婆娘和玩去了 咱们三个 能不能把那头鲸鱼干掉啊 老夫以为 一般的刀剑 对那家伙 可没有用处 上次龙吸水 弄死的那几条 是用锯子锯开的 咱们没有秤手的家伙 砍他一刀 跟脑痒痒似的 这没用啊 红成山以为然 早听云叶说过 这是一条大鱼 不是什么鲲 更不会变成棚 与其说和鱼相近 不如说 他更像是陆地上的牛羊 都是胎生的 也有奶水 只不过呢 他喜欢在水里而已 云叶把八牛弩的弩衣 卸起来 八只寒光闪闪的弩剑 就露了出来 每只剑后边呢 还拴着皮绳 是鲨鱼皮绞成的 非常的结实 红成从来都是豪迈的 古代有人公子 吊经 宝石 河东之民 今天 红将军 也要大显身手 找来几个身强体壮的水手 把脚盘绞紧 自己拎着木垂 看剑簇的方向 刚才云叶 唯恐 钉不结实 特意的加装了倒刺 大船尾随着鱼精 喷起的水柱前行 当那头鲸鱼 再一次浮出水面的时候 红尘大声一鹤 木垂敲击在鸡阔上 嗡的一声 八只弩箭就飞了出去 重重的定在了鲸鱼的身上 鲸鱼立刻下潜 海水被染红了好大一片 云叶眼睁睁的 看着甲板上盘好的八条绳子 在飞快的减少 当绳子到了尽头的时候 听见大船发出嘎吱的一阵哀鸣 猛的往下一沉 拴着绳子的那条围杆 顿时从中间断开 重重的卡在船锚上 大船猛的一晃 就开始逆风航行 从静止到全速前进 也不过是斩查时间 在渔民敬佩的目光中 大船飞速的向海面上奔驰 鲸鱼一会儿潜入大海 一会儿钻出海面 高高的跃起 砸在水面上 水花似箭 声势惊人 红尘欢声大笑 宛如少年 无蛇手里抓着一支镖枪 每当鲸鱼唤气之时 总有一支镖枪 准确的扎在他的头上 当一支黑色的镖枪 钻进他的眼睛的时候 鲸鱼彻底变得疯狂了 绕着船 开始兜圈子 无蛇哈哈大笑 瞅准了机会 把另外的一支镖枪 也射进了鲸鱼的眼睛 两支眼睛 全部查着标情的鲸鱼 鼓动尾骑 朝着岸边飞快的游动 一路上不知道撞翻了多少渔船 站在沙滩上指挥民夫 晒鱼的幽州刺史冯泰 见到一只山一样的怪兽 冲着他游了过来 惊恐的喊叫了一声 就带着民夫四散奔逃 借助强大的惯性 鲨鱼搁浅在沙滩上 只能无力的拍打着尾骑 激起震震水花 船身一震 云叶这才发现 自己的船也搁浅了 庞大的鲸鱼 折腾了一个时辰 终于死了 刺史冯泰不敢动大鱼 还在建议云叶呀 把这条大鱼弄回海里去 他就权当不知道此事 否则会有滔天大祸 云叶眨巴着眼睛 这半天呢 都没有弄明白 自己杀了这条鱼 会犯了什么王法呢 难道说 这条鱼是谁家圈养的 绕着大鱼走了一圈 没有发现有什么标记 急得冯泰 扯够云叶 走到僻静的地方 才压低了嗓门说 侯爷 您也是饱读诗书的人 难道就没有听说过 据鱼死 王侯毙这句话吗 云叶抓着脑门子说 满朝廷那么些个王侯 恰好死那么一两个 有什么打紧的 喂饱了百姓才是正理 不喂饱他们 还不知道会死多少王侯呢 我抓这条鱼 就是打算回京的时候啊 给那些王侯长辈们带些手信 大家一起吃 看看谁那么倒霉会被噎死 冯泰张着嘴 说不出话来 没见过这样的夯祸呀 你杀死了鲸鱼 按照史书上说呢 拒鱼死王侯毙 那这已经是得罪了 李家的那些个王爷 还敢把肉当成手信 给他们吃 哎这不找死吗 这位他怎么就不知道 小心行事呢 到时候被群起而攻之 那谁都扛不住啊 见到把胆小的这个老头啊 给吓成这样子 云叶给老头顺顺气 又说了 哎吃条大鱼算什么呀 抓大鱼的法子 还是和监郡王李孝公 教给我的呢 老头子早年间 这大嚼鲸鱼肉的往事啊 这当成功绩在讲呢 杀了那么多的鲸鱼 老家伙现在还不是啊 活不乱跳的吗 听说才新纳了两方小妾 哎 龙惊狐猛的 没一点要死的征兆啊 放心 我请陛下吃鲤鱼的时候 陛下赞不绝口 认为肉质细腻啊 是一种好肉食 以后呢 应当多吃 这鲤鱼都没事 鲸鱼算什么事啊 发动你手下的水军 用八牛弩啊 多杀一些鲸鱼回来 估计到时候 找你要鲸鱼肉的 不是一个两个了 冯泰搁搁搁两下 就软软的躺在沙滩上 云夜过于奔放的语言 远远超越了老头子的心理极限 人昏过去了 他昏他的 躺在沙滩上呢 也该好好睡一觉了 这些天呢 这老头子日夜奔忙 也没见他休息过 喊过来两个仆人 给老头搭个布棚子 自己去找锯子 准备啊 把鲸鱼大卸八块 全民大生产的效率是恐怖的 富饶的渤海 给灾民们提供了 数之不尽的食物 当云夜带头吃海里的一种 绿盈盈的海菜的时候 老冯泰再次泪流满面的 这东西渔民们 有时候是用来喂猪的 人是不吃这个东西的 那现在呢 堂堂侯爷 亲自当着所有人的面 凉拌了一盘子 三两下就吃完了 似乎还没吃够 准备再来一盘子 作为素儒的冯泰 当然要以身作折了 现在呢 只要是能够添饱肚子的东西 那都是好东西 自己也调了一盘子 鲸鱼肉啊 打死他都不敢吃 可是海带他敢吃啊 吃着吃着 他惊奇的发现 味道这好像真的不错呀 给乡亲们说 这东西啊 我准备大量收购 以后云家的商队 每年都收 让他们把这东西洗干净 晒干了 十文钱一斤 算是给他们 找个来钱的门路 冯泰看看前海处长得密密麻麻的海带 疑惑的问 猴爷 这东西 这没粮食的时候 吃一点没问题 关中又不缺粮 您要他干身呢 关中人会吃这东西 你不知道啊 关中美食出云家 只要云家开始吃这东西 你会发现用不了多长时间 长安城里 这东西就会供不应求 你还不知道吧 这可是好东西啊 吃了它 就不会再得那种 脖子肿得粗粗的病 好东西啊 你尽管给我弄 有多少 我弄多少 八月初 舰队会到卓郡运河接我 到时候全部带走 我还要带走所有的鲸鱼肉 小心 别把鲸鱼骨头给我弄坏了 我也要带回去 如果 你想给家里烧东西 我可以帮你一起运回去 哎 这些小事 侯爷无需费心 下官自然会办的妥妥贴贴 只是 这 幽州穷主 哎 没有好东西 孝敬侯爷 让您呢 带些不值钱的贱物回去 实在是丢人呢 老方 你想多了 如果想发财 我在岭南就发大财了 没心肝的才会在旱灾之地发国难财呢 你以为鲸鱼肉 海带 不值钱 嘿嘿 不告诉你 这是云家的秘方 等你到长安树植的时候啊 就会发现 这东西啊 卖的很贵 很贵 只有有钱人才吃得起 说完呢 就大笑着出门而去了 依然是短裤短衫赤着脚 露出被太阳晒黑的四肢 快活的像一个海边的棒小伙子 云叶没来之前 冯泰 云大可 就为怎么招待云叶 费尽了心思 云家奢华的名声早就飞升大唐 作为云家的家主 一定是一个极难伺候的华贵人物 更不要说他减在地心 要是在皇帝面前说几句自己的坏话 估计自己的仕途就会就此终止 云大可准备全力招待 冯泰 宁可拼着官职不要 也不肯屈炎覆势 做好了被革职的准备 谁料想啊 云叶是被台下船的 满身伤痕的人 什么都享受不了 就连云大可送去的美币 也被云叶给打发回来 伤好了之后呢 更是四处奔走 为灾民找粮食 他的随从吃的都是自己解决的 从不骚扰地方 舰队到达海港的第三天 卸空了粮食 鱼干 给一部分呢 当地的士族给放了价 只留下五艘舰船 剩下的全部从黄河口 朔流而上 准备进入运河 赶回长安 李二的旨意很明确 就是要亲眼看看这支舰队 考虑他将来能不能承担 南粮北运的艰巨任务 自从知道岭南的粮食极多之后 他就开始打这个算盘了 红尘不知道是受了什么刺激 给云叶五罐钱 说是啊 他现在的全部身价 要和云叶合伙做生意 很简单 就是海带的生意 云家占七成 他占三成 不要不行 前后呢 追着云叶诉苦 说自己呀 被坑成现在的模样 云叶是难辞其咎 家里都快接不开锅了 再不给他一条活路 那就准备带着全家去云叶吃饭了 云叶答应了 一口就答应了 没有还价 也没有讨价 这把本来不抱希望的红尘给弄傻了 想了很久 决定自动退股 前面的惨痛教训 让他知道 这天下从来就没有白吃的午餐 云叶的便宜 还是不要沾的好啊 一个月的时间很快的过去了 船队带来了已经抵达运河的消息 云叶也需要回京 那日木再有一个多月呢 就要产子了 这是自己以前没有预料到的 为了孩子 也必须尽早回去 五千将士按照李二的安排 必须在河北五州游行一次 以宣誓武力 按照吴蛇的逻辑 不杀几个人是不行的 大军出征 不见血 不吉利 大军在河北 见的第一次血 来自一个持归的士族 老母病重 多留了一些时间 回营的时候晚了半天 按照军律 是要处斩的 军法官不理会侯爷的劝说 在那里磨着刀子说 一定要被这家伙的头颅给砍下来 大唐军法森严 不要说侯爷 就是陛下来了 也不能阻止他行刑 当然 如果侯爷拿得出先前准许他持归的守令 可以免他一死 但是鞭子却无论如何也逃不掉 这混蛋明显是想放过士兵 偏偏呢 让云烟来顶纲 他自己正大光明 铁面无私的形象 必须得到维护 不是上了吗 恩处于上 这是军队的传统啊 当着军法官的面 写了一张手令 这家伙板着死人脸才松了下来 两个健壮的士族拖着痛哭流涕的犯规士族去行行了 那还算是一条汉子 一声不吭 就是眼泪啊 流的哗哗的 行完了 才豪哭的说 对不起侯爷 大军开拔 要武扬威 云烈被套上全身铠甲 在烈日下骑马上受罪 一赶漂亮之极的空心马朔挂在得胜沟上 如果给脑袋上啊 再插两只鸡毛 背后插些旗子和戏台上的赵云赵子龙 那区别就不大了 到处别扭 哎就这呢 冯泰翘着大拇指说 云猴啊 有古之名将的风范 这一路必定让那些萧小之辈 望风而逃 最后承诺 一定派人把云烈的鲸鱼肉和海带 送到卓郡 至于剩下的那一半珍宝 无蛇是不允许离开自己的视线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